你和我的清晨时光正在热播 剧中艾达在林浅和励志诚的努力下逐渐回到正轨 而林浅的设计被fancy总部的人质疑 林浅想坚持自己的设计风格 但艾达目前并不能不理会fancy总部的意见 于是林浅开始有了离开艾达的心情 我们知道林浅之前创业失败 在励志诚的邀请下来到艾达工作 而林浅的理想是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他留在艾达的原因 一是因为励志诚三番五次救下自己 要帮助他让艾达起死回生 二是因为林浅内心深爱着励志诚 他没法对艾达的处境不管不顾 所以林浅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设计 没想到这些设计并没有被fancy采纳 看到自己的设计被否定 他便有了离开艾达的念头 励志诚看到林浅受气 向林浅保证 等到艾达稳定之后 一定会尽力支持林浅开创自己的品牌 林浅只好答应励志诚 先把wayfancy做好 后来林浅在励志诚的帮助下 开创了青城这个品牌 青城作为中国的高端品牌 在国际间大卖 林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励志诚趁机向林浅求婚 男人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不久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取名立成岚 林浅自从有了孩子后就开始关注童装 她的品牌进军童装界 林浅的作品都充满对女儿的爱 而女儿立成岚则成了林浅的运用模特 不管是新品发布会 还是国际设计大赛 立成岚都会穿着妈妈设计的衣服走秀 母女俩成为了国际红人 合作的非常成功 林浅不仅在时尚圈取得了成功 连童装界也被她称败了 网友表示 这部剧真的是一部很励志的商战剧 该剧剧中除了讲述甜蜜的爱情之外 剧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 让观众感到满满的正能量 你喜欢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吗